中日晚间台北市长两位候选人都没有闲着 连胜文出席了体育界后援会成立大会 包含了连战总统马英九立法院长王津平 以及台北市长郝龙斌都前来站台 而另一边柯文哲则是到临江街夜市小街拜票 所有之处都有民众热情包围 柯批人气呛呛滚 总统马英九台北市长郝龙斌 以及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16号晚间同台 为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站台 在体育界后援会成立大会上连胜文说 小时候曾梦想打NBA 他强调自己曾有在企业服务的背景 也不忘痛辟对手柯文哲 没有打造运动友善城市的能力 我们世界大学运动会 很多人在这个尤其是我们对手一直在批评 我猜他应该是不想去办这个事情 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 我从企业界出身 我一定能够妥善利用 我们好市长留住我们的资产好不好 面对对手近日连番的炮火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 在临江街夜市扫街拜票的时候 则显得老神在在 深呼吸放轻松 下一题 要握手都趁现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拍照握手要签名 柯文哲几乎有求必应 许多民众听到柯文哲来拜票 都特地跑出来目睹本人的风采 还有摊贩热情送上猪血糕 可以说柯文哲所到之处就被粉丝包围 短短50公尺就走了将近半个小时 自己人气很旺 还好了还好了 大家高兴就好 在门口在迎接他 本人会比较好看 感觉啦 对对 他能够公布他的财产 这个是最真实 这个是国民党 有史以来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清合一选举倒数第二个周日 连盛文与柯P完全不敢懈怠 比人气比场面也比亲和力 北市选情白月化 谁能胜出进军首都市长的宝座 29号就能见分校 UDN TV中西蔡炳卢台北报道